最懂我的人 我真的好期待 我们见面 你成为我的伙伴的时候 好 姐 许然 许然呢 刚刚谢涵跟我玩了一个游戏 游戏 他在两个人身上 分别装了炸弹 我只能重视其中一个 他们两个人 只有一个人可以活命 我选择丽雅 我选择丽雅 静雅 不要害怕 你也看到了 你游戏并不在这儿 难道 游戏的 谢涵 应该是趁我们合围成功之前 带李兴然 离开这里 如果 我早一点发现那个手指的寒音就好了 还这么努力地再传递消息 只要早一点 就一天 是 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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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并不了解李兴然 但我可以肯定 他一定不喜欢你说这句话的 谢涵正在逃亡 带着一个活人 对他的行动肯定会很不方便 但他依然把他带走了 对了 这就说明 他一定另有所妥 放心吧 他不会杀你寻人的 我们还有机会救他 嗯 嗯 我没事的 本台最新消息 经过数天的偵察行动 警方已经锁定了连环杀人气死案疑犯的罪点 并且顺利救出了三名被绑架的受害者 目前该疑犯仍然在逃 对了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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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毕竟是个大都市 这么密集的人口 每天处处近近的人那么多 他还是有很多办法可以逃走的 是吧 对 很多办法 不管他如何狡猾 他都只是一个变态的罪犯而已 记得我跟你说过什么吗 我只抓穷凶极恶的罪犯 只有我才能抓到他 希望许然可以坚持到那天 他是我见过最劫不可摧的人 从小到大 都是他在保护我们 妈妈说 居然是一个天生的警察 就这一次 你总不能让我白来一趟吧 记得你说的 冬天回来一起玩 我应该向你道歉 为什么 面对那个选择的时候 我虽然已经做了行为分析上的推论 但其实心里面并没有把握 我 你都追到行为分析上的推论